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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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看了我们这个表演之后 印度就说 哎呀 飞成这样 还不如我们那个光辉战斗机呢 所以今天我抽时间 一会儿后边给大家再看看光辉战斗机 印度就说现在光辉战斗机不得了了 供不应求啊 各个国家在那买排大队啊 根本就买不上 新加坡 埃及 斯里兰卡 你看 还有新加坡 印度说 没事 让他们等等 我们先供应印度空军 印度空军现在也在那排队呢 你看 这个新加坡的国防部长叫黄永宏 到印度去访问的时候呢 印度给他推荐 人家说怎么样 看看我们这个光辉战斗机 印度想让这个新加坡 购买他的这个光辉战斗机 黄永宏呢 说 你们看看 我上去坐坐 看看 他打人打 印度的飞行员开飞机 他居然敢去坐 而且真坐 他是一双座的 这不是黄永宏吗 新加坡的国防部长 坐在后座上 光辉真的是厉害 光辉啊 日月升辉啊 真能飞上天 人家这战机 真能飞上天 新加坡国家特别小 他可能印度不太了解新加坡 新加坡这个国家 我去新加坡访问的时候 到他们国防部 他给我介绍情况说 我们有40架F15SG 有60架F16CD 我就问他 我说 你这飞机部署在哪啊 因为他国家太小 一起飞以后就到马来亚 侵犯别人的领空 所以说他的F15 F16 新加坡都放到美国 国内要有危机有战争 他再开回来 就是这样的 新加坡现在人家订供了F35B 那是四代机 怎么能看上你这个三代机呢 八十年代的水平 光辉战斗机 它的性能和骁龙比到底怎么样 咱们不能跟歼10B 什么歼20 这个不是一码事 不是一代的 它跟骁龙应该算是一代的 最大起飞重量 13.5吨 有效的载荷3500公斤 一个发动机 一开始说这发动机是国产 10亿美元 就能生产出国产的飞机发动机 当时印度的国防部长 有一个技术顾问 就说印度 我们连汽车发动机都造不出来 还造什么飞机的发动机 那可能吗 不可能 所以呢 一开始照猫画虎 买了美国的通用电器的一个F404 发动机回来以后搞研访 说发动机不就这么小个东西吗 它再复杂不就这么点东西吗 对不对 我们就一天到晚照猫画虎 也给它研制出来 那芯片更小 你给我照猫画虎弄一个英特尔芯片出来 那不可能 所以投资了十几亿美元 一推再推 到最后也没弄出来 1989年开始研制 到2002年也没弄出来 没弄出来以后 时过境迁 说又给美国买发动机 这个时候又换了F414了 原来是F404 航电系统也是这样 原来说 航电系统百分之百都要国产 这个保密 性能好 印度自己国产 结果到现在国产化不到60% 作战系统这一块 有三分之一都是进口 这个飞机 原来是研制的时候 空军要用 印度海军 由于它的航空母舰需求量也很大 现在是用的米格29K 是俄罗斯的 结果 研制出来之后 就说 这个飞机很小 上航空母舰多好 对不对 航空母舰 那个升降机 那个机库 也都能容得下 海军说 可以 上航空母舰看看吧 这不就是华月式的吗 上航母 上航母以后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 推重比不足 就是它的重量过大 推力过小 就是当这个飞机满油满蛋的时候 它飞不起来 如果空着飞 啥都不带 这是可以起来 但是满油满蛋不行 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骁龙 骁龙的最大起飞重量 比它小一吨 但是有效的载荷比它大一吨 你看正好是正负两个一 所以说呢 自重轻 载荷大 是这么一个骁龙 而且骁龙的发动机是装的俄罗斯的RD93 是一个非常好的米格发动机 动力强大 推重比非常好 现在骁龙正在进行第三批的生产 第三批的生产将有几个重大的改进 头盔式显示器 就有点像咱们玩那个维亚头盔一样 这上面啥都能看到 而且戴头盔描具的 这是三代半飞机的标配 还有单面板的多功能显示器 另外呢是有源相控阵雷达 这是三代半飞机用的 所以也准备给它装上 还有红外搜索跟踪啊 复合材料啊 装新的发动机啊 推双座的 而且能提升到2.0马赫 那将来出来之后 那就是三代半了 现在的骁龙是三代机 从这个战斗机的研制来看 我想把这个光辉和骁龙进行一些对比 因为中国和印度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 这个骁龙呢是我们成都飞机公司生产的 我去过两三次成飞啊 这个在骁龙刚开始研制成功是飞的时候 我曾经在央视和他的总设计师杨伟一块做过节目 我也当面向他请教过 那么印度呢 他也是自己研制的光辉 所以差不多光辉和骁龙他们的整个 还是可以比的都属于三代机 我就想从研制这个角度呢 讲讲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从光辉来讲 从研制到服役这个时间 我想要一架飞机 到这架飞机能够服役装备空军35年 我们说三十年磨一箭 他就磨了35年 对不对 三十年磨一箭 你以为就磨的光辉呢 人家陆军和海军也都磨箭呢 陆军是阿琴坦克 阿琴坦克 以前看过章中说的 我经常黑二三 这俩都让我说过无数遍了 用了将近四十年 好不容易弄出来的 陆军死活不要 那国防部就特别生气 说好在是国产 你不要你让我们有什么面子 国防部投这么多钱 你又不要 给他们到现在也就装备了一个营 还是一个团 这东西不能打仗 说我们买那俄罗斯的T90多号 要这玩意干啥 维克兰特 维克兰特现在 我看印度国防部长又吹牛了 我们马上要建造第三艘航空母舰 为什么要建造 因为中国有可能正在开工 建造第三艘航空母舰 中国都造第三艘了 我们也造第三艘 这航空母舰折腾三十多年了 现在是自行研制的 看起来红旗招展 我当时就说 为什么老给这个角度的镜头呢 我就到处找 终于发现它是固头不固定 屁股还没完工呢 就是中间给弄下去 你看连上层建筑都没有 就这么一个航空母舰 到现在还在造呢 我们第二艘航空母舰自行研制的 马上要服役了 他这个孩子还在造呢 所以说呢 这个印度啊 这个我就感觉 毛主席过去说 鱼工一山 鱼工门前有三座大山 每天挖山不止 天天在那挖 印度也是学鱼工 每一个印度人都是鱼工 天天挖山不止 但是三座大山还是为然毅力 没见他把三座大山给挖成什么样 三十五年那一光辉 结果我们成飞 用了九年就弄出一消龙 这个消龙主要是出口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空军 有时候我就想 哎呀这个印度它什么毛病呢 朝令夕改 心比天高 就是像吃自助餐似的 就是进去看一会儿 哇这一大肉包子 赶紧弄一盘子 哦那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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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猪蹄子 又挺好啊 就看什么弄什么 看什么好自己都想要 结果你那个肚子里边就那么小 对不对没有战略头脑 像菊座这种吃自助餐 从来我吃自助餐先看 今天是这个自助餐一共多少道菜 三十道四十道冷菜热菜 荤菜素菜 水果甜品 给它分好类 有计划的我先吃什么后吃什么 对吧 也不是说先捡那个值钱的先吃 但是哎 适合自己胃口的 最后又不浪费 你看这才行 你吃个猪蹄子 又有战略头脑 你说发展个飞机 发展个航母 发展个坦克 就没个战略构想 贪心不足舌吞象 你说这个怎么能行啊 看美国有什么好的 法国有什么好的 英国有什么好的 俄罗斯有什么 就看谁有什么好的 自己都弄过来 三十五年过去 到现在没有量产 整这么一玩意儿 现在说 2025年前已经订购了 订购40架 实际的产量 2025年 还有几年 你自己可以算出来 总共才能生产26架 这还是计划 对比骁龙呢 骁龙9年服役 一生产100架 100架飞机啊 这大批量的 对不对 现在呢 这个刚才我给大家介绍 第三批换有缘相关雷达的这个 相当于三代半的这个飞机 一订货就50架 国际上的销售50架以上 这已经批产了100架 订货的第三批是50架 国际销售50架 这不是200多架吗 短平快 迅速的大量的生产 投放国际市场 现在 向缅甸 说要订购16架 这个飞机便宜 1600万美元 一架 一架F22是多少 1.5 将近1.6亿美元 一架 一架F22 买10架这碗 所以说斯里兰卡还说要订购18到24架 潜在的客户很多了 阿根廷 孟加拉 保加利亚 菲律宾 委内瑞拉 那时候冷战时期 结果苏联没有了 没有以后他那飞机都停产了 停产了第三十亿国家买什么先进的飞机 有啊 F18 F35 卖吗 也不卖给他 卖给他 他也玩不赚 所以这个骁龙特别有市场 将来就应对这个 不贵 1000多万 不到2000万美元 哎呀 这个飞机到底怎么样 我们是罗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 对吧 我们这次航展上 骁龙飞了一家 我就找了个以前的光辉战斗机 咱们让他同台竞技 下面看一下 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左面屏是骁龙 你看 骁龙 骁龙难道他是垂直起飞吗 就是稍微一滑跑灯啊 就这样的 所以我我现在有时候坐那个飞机啊 就民航客机啊 民航客机以后 我一起飞以后 最后飞平了 我就把他那个 那个那个叫什么 称务长叫过来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飞行员 是不是原来开炸弹机 转业的 他说对啊 你怎么知道 我说 开民航机他直接就这样 这个短距起飞啊 太短了 根本没怎么滑跑啊 就上去上来了 所以说骁龙这个 那是证明他的推重比好 将来在什么小岛屿啊 这个上面起飞 就是跑道很短的一个地方 起飞非常好 这个飞机我们国家没怎么装备 其实这个飞机可以试一试 上航母怎么样 但是八成海军嫌这个飞机太轻了 海军喜欢的是二十吨三十吨啊 苏33是这种大飞机 所以说这个 但是他的短距起飞能力很好 右边这个大屏是光辉战斗机 光辉战斗机 我总看着像无人机 就是 他这个样子能载什么东西呢 载两枚炸弹 顶多载两枚小炸弹 这都是单发 从造型来讲呢 比较漂亮的还是骁龙 他这个飞机有点太难看 它是模仿阵风三角翼 模仿阵风的这样的 印度空军呢 号称是世界第四大空军 在印度说这个话之前 我了解的世界第四大空军是伊拉克 印度有没有这个资格说呢 还是有资格的 86年的历史 1932年就开始建立了空军 1932年就开始建空军了 他主要是当时英国的直运地 你知道美国空军是什么时候建的吗 美国空军在印度面前都是小学生 美国空军是1947年建立的 以前都叫陆军航空队 所以是印度吹牛 我建的空军86年历史了 1820架飞机 很牛 但是呢就是国产化 印度一直想飞机啊 国产化自己造飞机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总是也弄不出来 什么原因 主要就是工业基础太薄弱 没有形成工业化体系 不能够成龙配套 自己什么东西都能配套 这个是不可能的 印度和中国照说是两种类型 我们中国要买什么先进的芯片 美国是不卖 雷达也不卖 先进的计算机都不行 军事的巴统会 巴黎统筹委员会要限制 什么东西都不卖给我们 这叫军事禁运 印度一说我要买个三代半的飞机 哇 这个法国的阵风 英国的台风 苏35 俄罗斯的 美国的FA18EF全飞过来了 飞过来 印度空军给他说飞飞看看 全都哇 飞 最后说你们都回去吧 我想想 想到现在还没有定 这就是牛 印度要什么有什么 谁都卖给他 但是国产化他弄不出来 就什么东西飞得逼逼的那个份上就可以了 就是70%的装备到现在还是依赖进口 每年八九十亿美元全是买外国的这个武器装备 战斗机全是进口的万国盘 印度现役战斗机里排前十名的俄罗斯的苏30MKI 这算是比较好的了 接下来米格二十九 米格二十一 法国的幻影两千五行 欧洲美洲豹 这是盘前十名的 这不是都是外国的吗 对不对 最近 印度正在准备办一件大事 就是去年跟美国签了个合同 就是生产路虎的那个塔塔集团 我们现在中国开的好多路虎都印度组装了 塔塔集团还很牛的是一个大的跨国集团 塔塔集团呢要准备引进美国F16的生产线 引进来以后呢在印度组装飞机 这个想法一开始我就感觉非常好 因为美国F16都要淘汰 你看F16生产线 都这样 都准备淘汰了 F16生产了多少 好像是六千多架飞机 不是六千多架就是五千多架 那世界上这么多飞机 美国将来不生产了 没有生产线了 美国嫌它太落后了 但是你零不见配套在哪弄 印度把它弄了 这是个生意 非常好 而且难度又不大 三代飞机 所以说印度自己要搞这个组装线还可以 关键是它又在弹第二个生产线 F18EF的生产线 F18EF是大黄蜂 超级大黄蜂 美国海军航空母舰上 你们自己航空母舰上 现在装的全是这样 广特级航空母舰将来装的也是这个 EF型 所以说如果说F18EF超级大黄蜂 要是能弹下来也是在印度开生产线的话 印度将来是比较厉害 这个是比较厉害 就关于印度要买的新的飞机 跟法国达索公司谈了18年了 他准备花将近90亿美元购买36架阵风 但是人家打算说 那我卖给你的就是阵风 还挺贵 这个3亿美元一架 但是不附带任何的技术转让 这冤大头啊 这冤大头啊 印度想了想到现在还在琢磨呢 这个生意不知道能不能卖成 关键是阵风战斗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买 所以说就敲竹杠敲在印度了 这个印度为什么这么着急 要更新他的三代战机 主要是他的飞机数量 现在更新换代等着呢 飞机事故太多 1991年到2003年 这12年当中摔了270架飞机 这270架飞机当中 大部分都是米格尔战斗机 死了100多飞行员 因为他现在米格战斗机 老的米格21啊等等这些战斗机 占现役飞机数量的70% 印度空军的军官好几次状告 这个印度空军 说是我们印度的宪法规定 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 我们作为空军的飞行员 我们也想活着呀 你弄这玩意整个一个飞行棺材 我们开着上天 那就有去无回呀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飞机都是摔成什么样 所以说呢 这个印度的飞行员整天都在那发牢草 你以为米格21 这老飞机摔呀 新飞机也摔 2012年到2017年这5年 摔了快30架 其中包括5架苏30 苏30MKI 现在这专门为印度生存的 这是最好的飞机了 三代机里头 对不对 这照样摔 最惨的一次是2016年那一次 一架安32飞机 安32这个很老的一个飞机了 一次就死了29个人 光辉战斗机用了35年才造了26架 12年当中印度空军就摔了270架 这个架这个制造飞机的速度 远远跟不上摔飞机的速度 对不对 所以说印度啊 现在是面临非常大的危机 所以现在他考虑最多的 如何通过大频量的生产光辉 引进F16的生产线 引进F18EF 然后将来自己组装生产 甚至包括航空舰的舰载机 也要进行国产 好吧 今天这期节目我给大家讲了讲 航展上的骁龙和印度的光辉战斗机 它们之间的一个对比 我们关于航展的武器系列节目 就全部给大家制作完了 也算是庆祝人民空军成立69周年 庆祝中国航空工业 成立69周年 好吧 今天节目就这样 谢谢大家收看 哈喽亲爱的局部兄弟们 大家好 我是战乎局编导小姑娘 今天我们的战乎铺子上新了许多宝贝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给分享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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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